其實畢業作品當時都沒有想到題目的 很幸運遇到Vincent 就說不如試試這些實驗性和紀錄片形式的動畫 也因為看完一套叫The Magic Mountain的Romanian動畫片 他們的風格就inspire了我們想做這套實驗的動畫短片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因為做完這份畢業作品就不會再做了 所以我們想做一些我們喜歡看的東西 好 等一下 等他翻譯 因為我也聽不懂 其實他們是說要畢業的時候其實也不曉得自己要做一些什麼 所以他們非常感謝剛剛台上有提到的一位Vincent 有建議說他們可以做一些比較實驗性的 然後比較有一些感覺比較紀錄片形式的一些動畫作品 然後他們有看到一部就是叫做Magic Mountain的一部動畫作品 那部作品其實深深的他們深受那部作品的影響 是一個波蘭的動畫 對 那其實也不曉得說自己畢業以後能不能夠再繼續做動畫 所以不如就在畢業製作的時候就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作品了 好 不好意思我先打斷一下 因為台上三位都我們比較陌生都很年輕 可不可以告訴攝影大哥你們的名字這樣 這樣我們才好對 不好意思 我是石家駿 好 下次是石家駿 好 那下一位 我是黃紫瑩 好 黃紫瑩 我是黃俊朗 OK 那我們是不是接下來那黃紫瑩 來講一下你的得獎的心情 我就是我們真的是很意外 而且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幸運 因為這部作品是我們算是處女作 就是很早期的時候一起做的一部作品 然後沒有想過要得什麼獎 或是要參加什麼影展 可是後來發現就是做下去的話 要講一個社會議題的動畫 那得獎是要很多的支持跟很多的真實的來源 然後我覺得我們很感恩遇到這個 威威就是我們的主角 因為她給了我們很多的靈感 很多的故事可以寫 可以做 然後也給我們認識了很多真實的同志的感受 這個是很重要的 沒有她 沒有我們這部作品 對 她剛才提到說因為這部動畫短片 是有關於同志的 性別認同上的 還有就是親子之間的 父子之間衝突的 對對對 所以你們是有個 那我們是不是請黃俊朗也來聊一下 所以你們是有一個就是實際的對象去採訪她嗎 她是你們的同學嗎 還不是 是你們認識的人 然後去根據她的經驗拍 因為我們在訂了這個同性戀這個議題之後 我們身邊有很多同性戀的朋友 我們就採訪了10個人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朋友 而威威反而是唯一一個我們上網 因為她是香港大專同志行動的主席來的 在這個議題的時候就已經有想說要訪問人 那訪問的人大部分都是她身邊的朋友 那個時候訪問了大概10個人左右 但是反倒是劇中的這個威威的這個角色 是她們上網去找的 那透過網上找到了威威這個人 那跟她做了一些訪問 其實在她的訪問的言談過程當中 覺得那個她的故事是很有畫面的 她們的感受性非常的強 所以她們就決定以威威來發展她們的故事這樣 OK OK OK